10月4日浙江省首次向哈薩克斯坦採購的煤炭混底浙江以緩解該省電煤緊缺 據陸媒報導這批13.6萬噸的哈薩克斯坦煤是節能集團所屬富興燃料公司從6個煤炭中轉碼頭採購來的 葬載這批煤炭的MVCarol船號在海上用了30天航行約15,700公里 對於這次採購炭煤點解走海運官媒解釋說哈薩克斯坦雖然與中國新疆比倫但陸上運煤成本高昂 近期包括浙江在內的中國多個省份出現用電荷電力缺口持續擴大 浙江省能源局相關負責人說浙江省煤炭等國際大宗商品加價全省電廠炭煤庫存量高級是原因之一 伍德麥肯西能源研究與諮詢公司分析師西明頓說 中國南方消費者最近購買的俄羅斯煤炭價格超出同類澳洲煤炭價格近50% 印尼一種煤炭價格也超過澳洲煤炭熱量卻比澳煤低近20% 另外浙江省由於大面積限電 兆慶的紡織業開工不足下游產品價格可能也會隨之而上漲 浙江兆慶引煤紡織產業重鎮 是這輪限電最早受波及的地區之一 截至9月23日 兆慶地區印染企業平均開機率為32.37% 同比下降44.43% 隨著上游紡織引煤費的上漲 下游服飾、槍鏈等產品的價格也將全面上漲 去年11月中共開始限制澳洲煤炭入境 外界說這是中共搬石頭打自己的腳